大家好,我是娟娟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织这一款这个小青蛙的这个毛衣 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打成这个样品 我们这个毛衣呢,是从这个领子这儿开始 脖子这儿呢,开始织的 然后呢,切好针之后呢,我们向下织 织好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再格外的再把这个针数挑起来 再向上挑的这个帽子 大家看一下,然后这儿呢,我们留了这样的一个小门巾 然后呢,帽子上面呢,有两个这样的小耳朵,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针数 我们这个起针的针数呢 因为我们这个小衣服呢,是只给这个一周半以内的宝宝来穿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起针的针数呢,基本上就是在88针左右 那么我们这个88针呢,包括我们前面这个,这一小小的这个门巾 我们这个小门巾呢,并不是刚刚使着8针呢,就存在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是起针呢,我们只是起80针 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织好一段距离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8针呢,加上的 所以呢,我们起针呢,要先起80针 起好这80针之后呢,我们后来再加上这8针 不过呢,我们在分这个袖子和前片后片的时候呢,我们要永远把这8针加算在里面 然后呢,平均分成4份 就是说我们这个后片是20针 然后呢,两个袖子各20针 然后前片呢,是20针 20针的里面呢,包括我们前面这个门巾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4个插间的地方呢,也是各占了2针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一下这款小毛衣的织法 我们起针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是要先起80针的 然后呢,起好80针之后,我们织好一段距离之后呢 我们再格外再加上8针 就是我们那个前面,前片这个小门巾的这8针呢 我们是后来呢,格外再加上来的 好,我们起针,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起针方法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先这样随意打一个线结 然后打好这个线结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毛衣针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另外一根棒针也穿进来 然后呢,织正针 挑过来 把线圈挑过来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线圈直接挂到左棒针上面 然后呢,还是织正针 大家看一下 挑过来,把线圈套上 织正针 挑过来 套上 织正针 挑过来 套上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起针方法呢 也可以称作就是一个正针的起针方法 我们每只一针正针呢 然后呢,就把这个挑过来的线圈挂回到左棒针上面 那么这个线圈呢,就是我们起好的一针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起八十针就可以了 起八十针 就是适合我们一周半以内的宝宝来穿 如果您在这个起针的问题上呢 有疑问的话呢 你可以随时的来联系我们 我会及时的给出您答复的 今天呢,我们就还是以这个 一周半的这个 以内的宝宝的这个 用量呢 和这个大小呢 来织一下这个毛衣 大家看一下 我们起针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把这个针起的特别紧 因为我们在支的时候 支第一行的时候呢 尤其是特别的不好支 所以呢,我们起针尽量起松一些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一针一针的起好 起八十针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我们的八十针先把它起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起好这个八十针了 那么起好这八十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分针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分出前片 后片和两个袖子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分针的时候呢 要把前面这个门巾的八针呢 要把它加上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呢 总共呢 应该是八十八针的 那么我们的八十八针呢 刨掉 就是说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四个插间的地方 就是加针的那个四个地方 大家看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还有后面这两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四个地方跑去 这四个地方呢 一个地方是两针 刨去八针 那么我们这个前片后片 和这个两个袖子呢 就都分别是二十针就可以了 那么前片是二十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片的二十针呢 是包括中间的这个 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勾出来的这八针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二十针 把这个八针刨去 就剩下这个十二针 那么我们这个左右 这两个前片呢 就一片就是六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数一下 我们先数出一个前片的六针 好 这六针呢 已经数好了 后面这两针呢 是这个中心针 也就是我们插尖的那个地方 我们把这儿呢 做一个标记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数出一个二十针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袖子 好了 然后呢 后面这两针呢 也是这个中心针 我们也需要在这儿 再做一个标记 那么我们一个袖子数出来了 接着呢 后面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后片的二十针 也把它数出来 好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后面这两针呢 也是中心针 我们也把它这个用记号扣标记一下 这个用记号扣标记的地方呢 我们后来是需要在这个地方加针的 在这个地方的左右两侧 然后我们把最后的这个袖子的这个二十针 也把它数出来 好 然后呢 后面这两针呢 也是作为一个中心针 我们把它标记出来 好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呢 也剩下了六针 也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前片 就都留出来了 这样呢 我们就分好针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来织了 我们第一行呢 就是这个一整行的 这个普通的正针 不过呢 我们要在第一行的时候呢 就开始加针 我们要在这个 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呢 加针 大家看一下这加针的方法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行 正针的织法 大家看一下 如果您是这个新手的姐妹的话呢 可能会这个记不太轻 这行数 您可以呢 就是说使用一下这个记行器来帮您记一下 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知道是第一行 也叫单数行 我们只好前面这六针 好了 然后到我们这个中心的这两针了 然后呢 我们要加针了 我们加针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中心针的两侧 左右呢 就是两边的这个地方呢 各加上一针 大家看一下 加针呢 怎样来加呢 也很简单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手这样 把这个线圈直接套上 就加好了一针 然后呢 我们把中心的两针 织起来 好 然后呢 织好这两针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针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加针方法 也就是说呢 每次知道这个中心针的那两针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个中心针的两侧 中心那两针的两边吧 应该说是具体来说 前后各加上一针就可以了 我们把中间的这二十针 正针 也把它织过去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这个加针的过程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好了 我们这个中间的二十针 把它要织好了 好了 织好之后呢 又到了中心针的这两针这儿了 我们还是要加针的 大家数一下我们中间呢 是不是织了二十针 好 我们正好是织了二十针 然后呢 我们加针 加一针 然后呢 在这中心针的两针的前面加一针 然后把这中心针这两针把它织起来 然后呢 所以后面呢 我们再加上一针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加针方法 非常简单 加好这 这一行 因为我们有四个这个中心针的这个地方 所以每一个中心针的地方呢 我们都需要前后各加上一针 那么这一行织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第二行的时候呢 就是一整行的反针 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加好的那几针 那八针吧 应该说是 就是我们需要把那八针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新手的姐妹来说呢 我们这个毛衣 最难的地方在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 我们分针的那个地方 一般像我们从上往下织这个毛衣 一般呢 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 分针的这一块呢 我们总是弄不明白 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手的姐妹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儿呢 也是先加上一针 然后呢 把中间这两针 织起来 然后呢 后面 再加上一针 接着织正针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分针呢 也没有具体的这个 非常死的这个方法 因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 这个分针方法呢 都不一样 有的习惯这样分 有的习惯那样分 其实呢 也说不太清楚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您在 遇到这个分针这一块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联系一下我 然后呢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接着呢 把这一行 把它织完 该加针的地方呢 我们加针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加针呢 因为呢 我们是从这个 领子吧 应该是叫脖子的这一块呢 来起针的 那么我们那个起针呢 起针针数是比较少的 我们要向下这样 慢慢的把它扩散开来 就是说 应该就是越织越肥 这样呢 我们这个衣服呢 才能够穿 如果我们不加针的话 我们的衣服呢 永远就是说 停留在八十针 八十八针 那样一个状态的话 我们的衣服也没有办法穿了 是吧 我们先把这一行 把它织好 就慢慢的一个扩针的过程 扩到一定程度呢 我们就也就不需要再扩了 好了 然后第二行 我们织一行的反针就可以了 第一针反针 一整行的反针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加针的那个地方 那几针呢 我们都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 以后呢 就是说 我们在织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这儿 是我们加针的那个地方 我们直接把它 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 针 这个针圈来 一样就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织反针的这一行呢 我们是不需要加针的 我们只是在织正针的那一行 加针 这一行呢 我们只是需要把那个加的针数 把它正常织起来就行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二行 那个一行的反针也织好了 下面呢 我们织第三行 第三行呢 也是一行的正针 然后呢 还是需要加针的 加针方法呢 和之前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记住 每次加针呢 我们都只是在 中心针的那两针的 两边来加 紧紧挨着那两针来加针 大家看一下 从这儿加针 然后呢 直中心这两针 永远是在这个 中心针的两侧来加针 紧紧挨着它来加针 一定要记住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也就是和第一行一样 我们再加一行的这个针 然后呢 加好这一行正针织好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织一行的反针 也就是第四行 我们再织一行的反针 把我们加起来那些针数呢 还是把它织起来 然后第五行呢 还是这样 再加一行的这个针 然后呢 第六行 再织一行的这个反针 织好反针之后呢 还是把那个针数 把我们加的那些针数 把它织起来 把第六行织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再教大家织一下 那个袖子上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加针 也是这样 加一针 然后呢 织中心这两针 然后呢 然后在后面再加一针 这个是我们的加针方法 非常简单的 直到我们把第六行 那一行反针织完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再教大家织下面 新的部分 因为我们袖子那儿呢 是有那样一个 小小的那样的一个 花孤独的那样一个花形的 我来教大家织一下 那个部分 因为该织那个部分了 我们先按照这样的方法 第三行织完 第四行一行反针 第五行加针 第六行一行反针 也就是一行正 一行反的一个织法 单数行加针 双数行不加针 只织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织过去 加针的方法 这样套一个线圈 然后呢 中心两针织起来 然后呢 再套一个线圈 再织起来 就可以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织到第六行 一定要记住在这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不要丢针辣针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面六行呢 已经织好了 呃 该加针的地方 我们加针 然后呢 呃 双数行呢 我们就织一行的反针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织第七行 第七行呢 我们也是需要加针的 该加针的地方加针 不过在加针的同时呢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袖子的 这个地方呢 呃 织出三个波罗花来 好 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 针数把它织起来 正针的织法 大家以后记住 就是一行正针 一行反针的织法 也不用织行织 也可以的 就是一行正针 一行反针的织法 我们先把前面的针数 把它织起来 好了 然后到了我们加针的 这个地方了 我们还是该加针 加针 把中心两针织起来 然后呢 在后面再加上一针 好 呃 这个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袖子的地方了 那么我们这个袖子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刚开始呢 是呃 分了20针 然后呢 我们加了三次 就是说呃 我们 总共呢 现在变成了26针 也就是我们 呃 两端呢 各加了 三次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动一下脑筋 把这个26针 把它 嗯 尽量的平均分成三份 然后找出这个 三个 相对 来说 比较平均的这三个点 然后呢 把这三个点呢 织上这个 三个菠萝花 然后呢 我们来 大概的算一下 呃 尽量的把它分 分的那个平均一些 因为这个26针呢 也是 呃 不是特别好分 所以呢 我们 呃 在这个 门筋的这一块 呃 前片 离前片近的这一块呢 我们流出七针 我们数一下 我们把从这边流出七针 从第八针上 我们织出一针 然后呢 呃 再离这个 后片近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流出六针 然后从这个第七针上面 我们呃 再织出一个菠萝花 这样呢 我们中间就 呃 剩下十一针了 那么这十一针呢 我们再从 再找出最中间的那一针 就是 最中间的那一针 左右两侧呢 各流出五针 就可以了 这样呢 呃 我们就 呃 分出了这三个点 就可以 把这三个菠萝花 呃 菠萝花给织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分法来织一下 我们刚才呢 呃 先把前面这个 这七针 把它织起来 这七针呢 是离着这个 前片比较近的这个地方 我们织七针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 第八针上面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第八针上面要织这个菠萝花了 我们从这一针里面呢 同时要织出五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织一针正针 然后呢 线圈不要脱落 把线绕到前面 我们再接着 织一针反针 还是不要陀螺绕过去 我们再织一针正针 三针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线这个绕到前面来 再织一针反针 再绕过去 我们再织一针正针 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线圈里面呢 同时的织出了五针 如果我们选择织三针的话呢 我们这个线呢 也比较细 那么我们这个菠萝花呢 就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呢 我们选择 在同一个线圈里面织出五针 这样显得我们这个菠萝花呢 比较大一些 然后我们接着 再织五针 五针的正针 好 隔五针 我们从最中间的这个地方 第六针上 我们再织一个菠萝花 我们大概数一下这个针数 应该是对的 然后呢 我们从最中间这个地方 还是从同一个线圈里面 来回的织正针反针 织五针 再织一针反针 然后先绕过去 再织一针正针 好了 这时候线就再脱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织出五针 这个正针 普通的正针 隔五针 好 隔开五针之后呢 接着呢 我们在这个下面这一针 也就应该说是第六针吧 我们再织出这个一个菠萝花 绕过去 再织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好 再织一针正针 好了 这样呢 我们这个三个菠萝花呢 就已经织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针数 也把它织起来 剩下的这六针 我们把它织好 好 织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 又到了我们这个 该加针的地方了 我们该加针 还是一样的加针 然后把中心两针 织起来 然后呢 再加一针 然后呢 就接着往后织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织的这二十针呢 就是后片的部分 我们不需要织这个菠萝花的 所以我们直接 把这后片的这二十针呢 我们把它织好就可以 不知道织到现在呢 姐妹们明白没有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我们分针那是怎样分的 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说 能够确定 哪里是后片的地方 哪里是两个前片的地方 哪里是那个 两个袖子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弄清楚了没有 我感觉呢 现在应该 差不多能够分清楚了 好了 又到了我们这个 中心针的这两针了 我们还是 加一针 先加一针 然后呢 再织这个中心针的这两针 好 再加一针 好了 接下来呢 就又到了我们 另外一个袖子的地方了 我们这呢 也是二十六针 我们在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边呢 是 最开始这边是 第八针上面 织了一针 然后这隔五针 织了一针 又隔了五针 织一针 然后这边呢 是六针 隔了六针 所以呢我们这边在织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先织的地方呢 也是离这个后片比较近的地方 我们那边离后片 是隔了六针 所以呢我们这个 也需要从隔六针的这个地方 开始织起 我们要往回织 也就是这个意思 先隔开六针 好 然后从第七针上面 我们织一针 织一个菠萝花 织一针正针 调过来 再织一针反针 调过去 然后再织一针正针 然后 把这个线调过来 再织一针反针 然后把线绕过去 再织一针正针 好了 一个菠萝花织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织五针 隔开五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了 隔开五针之后呢 我们从第六针上面 再织一个菠萝花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肩膀那儿 是怎么 间隔的这个针数 我们这边的这个 胳膊这儿呢 也是需要 那样间隔的 这样呢 两侧的这个胳膊的地方呢 就是呃 呃 呃 呈现一个对称的 一个状态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织一个菠萝花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了 又织好一个菠萝花 紧接着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那个 最开始的那个 七针了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好了 织好这七针之后呢 又到了我们这个 该加针的地方了 我们还是先 加好一针 然后呢 把中心两针织起来 然后再加好一针 然后呢 把剩下的地方 也就是前片 前片 前片的地方 我们把它织起来 好了 我们织好这一片之后呢 反过来 我们接着织下一行 呃 然后下一行呢 整体来说呢 是一行的反针 不过这一行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波罗花这个 波罗花这个 这一针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一行的反针 还是需要把那个 加针的那地方呢 呃 该正常的织起来 就织起来 然后呢 重点说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上一行 呃 在一个线圈里面 织出了 同时织出了五针 那么我们那五针的 波罗花 呃 在反面这一行 在织反针的这一行的时候呢 我们怎样 怎么办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织到第一个 波罗花那儿 先把前面这些针数 我们都把它织起来 到了这儿了 以后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以后呢 每次织到这个 波罗花这个 反针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把这五针呢 把它织成正针 在织反针的这一行呢 我们唯独呢 要把这个 五针的这个 波罗花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这五针呢 都织成正针 好了 只好五针的正针 接着织前面的针数 这一行呢 呃 只要把这五针的 这个波罗花这儿 啊 织对 然后其他部分呢 没有特别难的 都是一行的正针 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行的反针 然后把这个五针的这个 波罗花这儿呢 一定要织成正针 绕过来 接着织反针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我们 加针的那几针忘了 一定要织起来 好了 又到了我们这个 五针的这个 波罗花这儿 还是五针的正针 好了 接着还是 呃 反针的织法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织法 我们先把这一行 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它织过去 然后下一行呢 我再教大家 呃 织下面的一行 该怎样织 好了 我们上一行也织好了 织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接着织下一行 特殊的地方呢 也是在那个 呃 波罗花那儿 前面的部分呢 还是一样的 呃 一行的正针 然后呢 呃 该加针的地方 我们加针就可以了 之前也说过了 总是在 织正针的这一行 加针 织反针的那一行 不加针 大家记住这一 记住这一点 好了 然后呢 加一针 然后把中心两针 织起来 再加一针 然后织后面的部分 好 知道这个 五针的这波罗花这儿呢 我们停下来 如果您想把这个 波罗花织的小一些呢 您可以在这儿呢 就直接把这五针 呃 把这五针 呃 这个波罗花呢 用一针 正针 把它 把这五个线圈 全部 挑起来 穿过来 就可以了 如果您喜欢大一些呢 你就可以选择 再织上两行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这样